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今天要教的是百页窗小卡 首先要先整理要做的照片 第一个步骤是打开WORD 之后按板面配置的边界 把自己制定边界 我会把上下左右调成1.5公分 之后再按确定 接下来再去找照片 做百页窗的照片要直个两张 尽量扔在中间一点 才不会等下被折到 先选第一张 按复制 之后把它贴上 照片的大小尺寸要改成 高度是8 宽度是6 这样子 再按确定 再按关闭 同样的两张照片要排上下 这边要预留一点点空间 不要让它黏太近 接下来要准备第二张照片 一样按复制 再按贴上 这边边边要留一点空间 至少要留差不多有2公分左右 中间要留超过2公分 一样用大小 一样用大小 帮它编辑照片的尺寸 一样高度是8公分 宽度是6公分 可是有时候它会变成 不是6公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锁定 长笔宽的勾选取消 跟相对于原始尺寸大小 把它勾选取消 再把它的宽度改成6公分 这样子 再按关闭 照片尺寸就变成这样子 之后呢 这边也要帮它 中间这边要保的 要不要超过2公分的大小 不能太小 记得上面要留1.5公分 左右两边都要留一些空间 接下来呢 就可以帮它去用 把它存档去影印店 印彩色列印 记得要印比较厚一点的彩纸 可以印一张15块的明信片厚度的 比较好做 后来如果家里有自己有影印机的话 可以买这个纸 这种纸 它这个可以印彩色列印 纸感是不错的 我都有时候用这个彩色列印 把它印出来 记得要选择是高品质 要选择最高品质这个选项 这样印出来质感会比较好 那就第一个步骤先完成 先将照片准备好 那等一下我们来做第二个步骤 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刚完成第一个步骤 将照片列印好以后呢 就要再做第二个步骤呢 做第二个步骤的时候要准备 齿 自动铅笔 橡皮擦 还有双面胶 跟泡棉胶 剪刀 跟美工刀 还要准备厚纸板 要有点厚度哦 后来再准备一张花纹纸 接下来呢第一个步骤呢 要帮照片这边边边量0.5公分 再帮它画线 这边也是要量0.5公分哦 再帮它画成一条线 我先画好了 我用就是用粉红色的笔画上去 让比较明显 再来呢 画边边这一张照片 边边要预留1.5公分 这样子预留1.5公分 左右两边都要 我先用粉红色笔画上颜色 你们平常可以用铅笔就好了 后来两边都画好了 接下来呢 再帮照片这边 边边分成5等份 每一格都2公分 2公分 2公分 一共会有4格 在旁边做记号写1.2.3.4.5 4格都这样子做哦 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步骤比较复杂一点 也是会做成功的关键哦 接下来我们在第1 第2 第2格这边 2这边往下量 0.8公分 画一条线 还有在第4 第4下面也是写画0.8 这边量一个做记号 第4 接下来呢 在这边 左边这边也一样 1 2 2这边下面 2 2 0.8公分 画一条 还有4的地方 也是0.8公分 画一条 畫好以後呢 再換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比較特別是 1 2 3 3的地方下面0.8 畫一條線 還有5的下面畫一條0.8 接下來左邊也是一樣喔 1 2 3 在3的地方下面也是畫0.8 接下來的5的地方也是一樣畫0.8 畫好以後呢 將這一些線把它黏接起來 要畫到邊邊剛好預留0.5跟1.5的地方喔 要畫到這邊 接下來下面也是一樣 將剛剛有畫0.8的地方把它連接起來 如果臉怕會畫錯可以像我在旁邊做記號寫12345喔 才不會做錯喔 接下來畫好以後呢 我們先做上面的部分 第一 1跟2的下面0.8 要把這個區塊是要剪下來的 所以1的地方也要畫一條線 這樣等一下比較好剪 要剪的部分呢 旁邊可以幫他做個記號打勾 還不會到時候剪錯 你們可以用鉛筆做記號就好 我是要示範所以用紅筆 做個記號還不會等一下剪錯 後來呢 這邊呢 是3的地方 連接起來 3跟4下面0.8 一直要把它剪下來的 所以我幫他做記號打勾 這樣等一下才不會剪錯 接下來下面的部分這裡 是2 2 跟下面3的0.8這裡 要把它剪下來 所以幫他打個勾 還有 5 4跟5這邊 4這邊也幫他畫一條線 還有5的0.8這邊也打勾 這都是等下把它剪下來的部分 好 1 4 2 3 4 4 4 5 记得剪的时候是边边0.5公分那边开始剪哦 这个是要保留的部分,有打勾做记号,所以把它放旁边 这是比较的部分 下面的照片一样要剪边边0.5公分这边哦 这个是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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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打勾的部分要保留的 这是打勾的部分要保留的 这样第一个部分完成,还有第二张照片要剪下来 这是打勾的部分要保留的 这样第一个部分完成,还有第二张照片要剪下来 一样剪边边预留的1.5公分这边哦 这就黄露的部分也是 哦 跑步 嚥 其他雞 飯 迷飯 鞭 好 一定 打勾的部分是要保留下來的 是油、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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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GM 这样子裁剪好了 刚才的四张照片后一共会是有 每一张照片会剩下四张 是需要保留下来的 有一个小地方会重叠到 因为这样等下还可以做得出来 你们先检查看看有没有做对 裁剪后变成会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准备一条这个厚纸板 它的呢 这个边宽度是3公分 长度这边是18公分 后来呢 我们就先弄边边预留0.5公分的照片 将第一张照片 第一个把它转过来背面 这边呢 左右两边 都量2公分 这边2公分 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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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10年在这一条厚纸板上面 后来呢 用双面胶 黏在这边 你要看看这个照片的宽度 多宽 再来决定这边要黏多宽 这个是2.8 所以这边连2.8的 再把它双面胶撕开 黏在刚好做记号的2公分中间 这样子把它实际的完全黏上去 双面胶绝对不能跑车 跑车 把它用手指把它推掉 因为呢 这个双面胶黏得很精准 才可以关键等下为做失败的重点 第二个呢 就是它重复 刚才我们不是有重复了0.8吗 所以就是黏在第二格 这边2的地方 有画一条线 把它重叠上去 就是我们第二格 重叠第一格 重叠上去这样子 这边帮它做个记号 这个记号 我们的双面胶这边呢 开始都是要量0.5的宽度 一定要量的很精准 因为如果没有精准的话 等下做都会失败 就是要0.5的宽度 所以都还在修剪过 能够少一点点不能多 所以将第二格这边 黏上双面胶 再把它多出来裁剪掉 再把它黏上去 再下来第三格 也是一样做法 一样再重叠这边 就是第三张重叠第二张 这样子 重叠上去 左右两边要对齐 一样帮它用铅笔做个记号 之后呢 粘上双面胶 一样0.5的哦 要量的很精准哦 这个重双面胶 就是这些重双面胶 这个重双面胶 是三个重双面胶 是三个重双面胶 如果有点重双面胶 就是这个重双面胶 黏的时候边边这边的图案都要对齐喔 接下来呢第四章也是一样做法 一样重叠上去 底下用铅笔做个记号 剪定点五的双面胶 剪下的时候记得再量看看有没有超过0.5 如果没有再把它粘上去 再不让它粘上去 粘好了以后呢 再拿尺来量 这里量 从这白色的地方往下量5公分 把它画一条线 等一下要折起来的部分 折到这里喔 后来这边呢 再粘上双面胶 因为这样白色丑丑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找你们想要用的花纹纸 帮它包装上去 把它粘在这个白色上面 才不会丑丑的 我选的是墙壁的花纹纸 你们可以去书局买用 买A4的大小就可以了 一张都五块钱 可以学你们自己喜欢的花色 要把它粘到背面都有 这张要包装在白色厚纸板上面的花纹纸 你们可以拆3公分的宽 后来 那个12公分的长 或是10公分的长都可以喔 就帮它包装到这边 你们可以贴长一点 就贴刚刚好这边也可以 可以自己做选择 这样第一张部分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第二个部分 准备的厚纸板这边 宽度是11公分 长度12公分喔 后来呢 我们在准备帮它贴上双面胶 边边这边 左右两边 要贴上 2公分 这边 这边都要贴满双面胶 左右两边都要画2公分 这边全部都要贴满双面胶喔 12公分 2公分 方法 9公分 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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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分 5公分 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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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选用CM的双面胶 它的粘性比较够 后来比较不容易掉落 黏好了以后呢 上面这边做记号0.5公分 帮它画一条线 但它才不会黏错地方 在选用刚刚的裁剪好照片 边边预留1.5公分的照片 拿出第一张 第一张要10年 所以呢 你要帮它背面全部黏上双面胶 记得做百叶窗照片 第一张要实际把它黏上去 都要全部黏上双面胶 把双面胶撕掉以后 黏在刚刚画0.5公分的地方 这边刚还黏了2公分的双面胶 要把它撕掉 要黏在正中央 左右两边要预留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黏的话 可以拿这张过来 因为等下是这边 黏的时候 注意两边都不能沾到双面胶 等下换照片会比较好换 你也可以拿铅笔 做个记号 这边帮它做记号 记得这边两边都不能碰到双面胶 要留点空间 比较好抽啦 然后将第一张照片黏上去 刚刚有画线 有没有 黏在0.5公分底下 刚刚有做记号 这边 完全的黏上去以后呢 接下来呢 第二张 要让它重叠 重叠以前呢 这边 它要帮它裁切下面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拉过来 跟第一张照片这边对齐 就是 照片的地方 后来帮它用铅笔做记号 后来呢 往上量0.5公分 再把它画起来 再把它画起来 我们要把刚才做记号的这个把它剪下来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边 0.5公分 0.5公分的高度 它长度就是刚才这一个 这边长量下来的 然后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这也是会不会成功的关键喔 要量好喔 再拿来比 剪好以后 再拿来比看看 会不会太小动 还是太大 这样可以 接下来呢 刚才我们第三张 也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我们把它拿上去比 直接画剪下来 我用紫色笔示范一次给你们看 怕有人会比较不清楚 这样子 把这个小区块剪下来 只有第二张跟第三张需要这样做而已喔 剪下来以后呢 我们将第二张的部分 跟第一张的0.8的地方重叠上去 这样子 后来将刚才这个 把它插上去 这一张就是要叠在第二张下面 他们每一格 要插进去 黏一张要放一张 这样子等一下会比较好抽啦 这样子等一下会比较好抽啦 接下来呢 将第三张黏上去 一样跟第二张重叠 一张张的时间 就我们领备了 再放一张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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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张 左右兩邊這邊邊都要對齊喔 接下來呢 第四章要黏上去的時候 幫下面剛剛預留0.8地方剪掉 這樣子 就沒有白色這個了 把它剪掉 再黏在重疊這裡 第四這邊 這樣就完成一部分 後來就這樣剛才的照片 把它第一張跟第二張重疊上去 這樣子 你們可以試看看 試拉看看 小心的拉 不要拉太大 免得爆衝 就比較慢救回去了 接下來呢 沒問題了以後呢 準備泡棉膠 一定要用泡棉膠 我有一點厚度喔 我們把它往下拉 大家看到第二張照片就好 不要拉太多 在這邊 地方黏上泡棉膠 因為防止它到時候爆衝 你們拉太用力 接下來呢 上下左右 都要黏上泡棉膠喔 接下來呢 上下左右 都要黏上泡棉膠喔 因為不能黏太寬 所以我都要幫它裁剪一半 一樣要選用CM的雙泡棉膠 它的黏度比較夠 接下來上面這邊要量 黏泡棉膠 小心不要黏到照片喔 所以這要剪細一點 比零點我還要細喔 將泡棉膠全部撕開 撕好以後呢 剛剛準備的花紋子要裁上它的封面 這邊呢 一樣是 寬11公分 長12公分 上面呢 1公分 左邊2.8 右邊2.8 下面3.8 把它畫起來以後呢 中間這個框框把它割洞 洞把它割掉 要黏在這邊當封面 要黏在這邊當封面 3.8的地方是黏下面的 對? 我們把這條圖都會買回去 要加到至今 不然! 哪些 가운데 推到底 就會看到第一張 接下來呢 再把第一張照片變回去 這樣子 後來呢 你們在背面就可以寫上你們想要說的話 或貼照片都可以變成一張卡片 這個也可以把它貼在禮物盒上面 禮物盒上面13公分 禮物盒都可以把它貼進去喔 這樣就完成了百頁窗小卡照片喔 謝謝大家喔 掰掰